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由于假新闻、假消息称绝,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法,近来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。 网络媒体Now News成立十周年茶会,国、民两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,姚文志两人接到场,聚焦在假新闻议题, 两人嘴上过招,互酸对方的对话,惹得在场的人笑声不停,丁手中上台致辞时,不忘先向台下的姚文志打招呼,接住丁说,担心现在各家媒体假新闻充斥, 他非常小心谨慎跑基层、跑行程,要多打拼,丁提到,上次市长选举,连盛文就因为假新闻受害, 他向在场的NCC主委喊话要好好发规监督之责,让大家有更明智的选择。 随后,姚文志也受邀上台致辞时立刻回击,丁委员刚讲到国民党没钱没人这句话要好好查一下, 逗得台下来兵哄唐大笑,姚文志表示,行政院副发言人致辞提到现在的媒体报道真实性要确实查核, 是个挑战,也是候选人的挑战,未来十年要让台北新闻自由环境的独立沃土,持续执掌。 他还说,大家知道下个市长的选择有多么重要了,台下又是一阵大笑。 最后强调,他期望台北能作为亚洲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城市,成为世界媒体的首都。 至此结束后,姚文志主动走向丁手中握手致意,化解台上的玩笑。